偷逃税被罚13.41亿元后 威亚取消今晚淘宝直播 通知员工工资照发 12月20日 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 公布威亚偷逃税案件 依法对黄威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追缴税款 加收至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.41亿元 AI财经社注意到 威亚原定于今晚7点的淘宝直播预告消失 此前 其直播间显示 威亚原计划晚7点进行威亚彩妆节直播 明星化妆师杨丹空降威亚直播间 威亚因为税务问题被罚事件后 其公司向群里员工通报情况 称如大家看到的新闻一样 威亚因为税务问题被处罚 其表示 在税务机关下达直播电商行业自查自究规范以前 我们就针对威亚的税务问题 做了自查自究 并在2020年11月起 就将威亚的个税 按照45%最高税率全额缴纳 这次也是积极配合税务部门的调查 毫无保留地将收入结构 收入金额如实提供给税务机关 很遗憾 错已铸成 接下来大家先行回家休息 在此期间工资照发 公司会积极应对 后续的安排 我们会尽快通知大家 经AI财经社核实 上述通知确实为真实通知 天眼查App信息 目前威亚有16家关联公司 11家为存续状态 其中上述处罚中提到的上海读苏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成立于2017年12月 于2020年4月15日注销营业执照 丧失法人资格 上海卫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成立于2020年1月 现柔维存续状态 由黄威前资持股 2021年12月份 杭州千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注销 合伙人包括黄威 董海峰等 离 雷 雷